新竹陷警局一名已婚的除姓远景都当上了鼓掌 还曾经支援过警政署竞技小组 工作表现亮眼 却是个色狼 这远景去年3月休假时到新北市图书馆看书 当时他身旁坐着一位年轻女学生 后来女学生看书看累了 趴在桌上小睡一下 没想到这远景居然起了色心 伸出他的狼爪对着女学生的屁股摸了下去 女生当场被吓醒大叫 最后在其他民众协助下把这个色远景送进派出所 女学生也坚持提告要让他受到惩罚 都被判刑了 但这远景回到新竹警局还是像没事一样 继续当他的保房科股长 有同仁实在看不下去才揭发他的恶行 新竹陷警局表示 上周得知后已经对雏姓远景寄过调职 要他深刻反省 警员执法犯法 对睡觉的女学生伸出狼爪席臀 还想要稳坐官位 想都别想 突发中心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